現在是特朗普2.0版本中 在人事安排方面首要的考量 那當然他是監獄他第一任期的時候 1.0版本中那一系列的狀況 讓他無從著力 很多時候還矛盾 那麼這種做法到底對美國是好是壞 以及對兩岸關係是好是壞 其實我剛才很同意 在鄭月老師提到一個觀點 其實這些人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只是一個工具而已 實際上最後真正的還是要怎麼做 包括對臺灣對大陸對整個事件怎麼做 還是特朗普想自己所謂算 這次他找忠誠的一幫人 就是為了自己所謂算 能夠貫徹自己的意圖 他主要目的是這樣子 特朗普這個人他才不想當規律了對不對 他是真想按照自己的意志 對他是這樣子一種人 所以我們看待將來 包括你剛才提到的人事人員 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其實你重點還得要看特朗普 他自己怎麼樣來看這個世界 來看待包括兩岸這一塊 其實特朗普這個人我一直認為 他就是一個搞房地產起家的商人 他還不是真正的什麼企業家什麼東西 這個商人我一直認為 包括他第一人去處理很多事情都看得出來 他是以商人的眼光他幹嘛呢 就是就要省錢 要省錢要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 他有幾個概念在裡面 你看為了省錢他的推群 看到沒有對不對 他推了很多群 我相信他2.0%他會繼續推一些群出來 是吧 另外 這個商人 一般的商人他總認為他們 他賣東西他認為是賺錢的 他認為這個買東西 他認為好像是被別人賺錢 他在前一世中有這麼一種錯誤的認知 我承認他為他 這是不懂經濟學的表現 我們懂經濟學的人士都知道 買賣做得好 出口進口做得好 都是有利於自身的對不對 我們講究這個分公合作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特朗普很愛打貿易戰 誰對他有順差 他都會跟他打 對不對 你看現在就兩岸而言 大陸對他有順差 你看看 你看看 所以他在選舉中他已經講了 對不對 是不是 無論是對大陸或對台灣 他都會 他都講過要使用這個關稅比類的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想見 將來他正式上台過後 他會 在任期之中 他會對大陸會對台灣 當然我剛才講到他還會對其他 他的一些金貿夥伴 對他對美國有順差的一些金貿夥伴 都會發起貿易戰的 都會發起貿易戰的 但是這種做法 對這個是 我承認問 前面我承認問他打欺商拳 商人也商擠 對不對 而且他打對拳 既商對手也商盟友 誰對他有順差都打 這是典型的 又不懂國際關係學的一種亂 所以他都會胡亂處理 按照商人邏輯來處理國際關係 那麼這樣子的話 很快他的整個的這個 國際關係這一款 他的一些軟硬勢力 其實都會受到省傷 因為你商人也商幾 都已經商自己的硬勢力了 對不對 那麼你退勤 包括你 你這種打罪錢 打亂錢的作法 商刀盟友的作法 也是有省美國的這個信譽 跟軟勢力的 是不是 包括他要拉方解派 將來針對中國大陸等等 其實他都相對更加困難 對不對 他退勤 中國大陸現在最多實力的增強 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也就是要健全 對不對 那不是就減少了一些直接碰撞嗎 挺好 那麼對台灣這一款的話 他原來在第一個人去他就講過 你看對大陸跟對台灣 他說大陸是這個卓面 對不對 是吧 台灣是那個卓肩 那個鼻肩 他是想用這個鼻肩來刺這個卓面 顯然他是基於他那個商人的目的 他想從兩岸都能夠拿到更多的好處 拿到很多的好處 相應的 兩岸如果說繼續處在對立矛盾的狀態之中 而不能夠合作起來 自主的卓處理很多事情 那麼特朗普就會利用兩岸之間的矛盾 利用他這次鼻尖 跟著面的這個刺 來讓兩岸付出更大的代價 特朗普上台過後 對台灣的 對包括對大陸 對我認為對台灣的這個傷害 會更大 會更大 那麼對大陸人員 我一直講 我一直認為 既然美國對法已經形成了一個戰略共識 他們通常對美國的國家還是比較有戰略的 不非因為犯一個總統 馬上就把戰略徹底犯掉 只是貫徹這個戰略的方式手段有所不同而已 那麼也就是說不管是特朗普在台上執政 還是現在不可能 還是民主黨繼續執政 那都是兩派 對中國大陸人員都是兩派 那麼在兩派之中 我們有沒得選擇 如果說有得選擇的話 我倒認為是兩派相權取其輕 那麼誰輕一點呢 我認為特朗普在台上 對中國大陸的這個審商相對輕一些